我宁愿永远流亡 也绝不可能向中国求助 这是前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流亡时所说的 曾有不少人劝他前来中国寻求庇护 但都被他义正言辞地回绝了 这是为何 他与中国又有着怎样的渊源 我们都知道 中国有个老铁叫巴铁 而极力促成巴基斯坦成为中国铁友的 正是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 穆沙拉夫执政期间 两国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亲密程度 最明显的几件事 莫过于2008年汶川地震时 巴铁对中国的援助 以及同年举办奥运会时 巴基斯坦对中国的鼎立维护 2008年汶川地震对于所有中国人民来说是永远的痛 天灾来临的时刻 即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稳步上升 即使中国已经最快速度的组织了救援 但是依然有无数鲜活的生命被掩埋在废墟之下 各地医疗机构纷纷赶来汶川进行救援 而在赶往汶川的医疗队里有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 他们沉默不语 偶有交谈就会发现 他们说的是阿拉伯语 并不是中国话 因为这支医疗队来自巴基斯坦 在汶川地震的现场 他们并不比中国的医疗队轻松 他们和中国医疗队一起冒着余震的风险 传缩于废墟之中救治伤员 运送物资 早在地震消息传到巴基斯坦国内的第一时间 穆沙拉夫就来到了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 询问中国的受灾情况 在了解了受灾情况后 穆沙拉夫先是对受灾人民表示了沉痛的哀悼 之后他就迅速筹备国内物资 要知道那时候的巴基斯坦因为遭遇蝗灾 导致国内粮食大量减产 自己本身就不好过 但是穆沙拉夫没有丝毫犹豫 他组织巴基斯坦人民筹备了200多万美元的物资 看似数目并不多 但对于当时的巴基斯坦来说 这也是勒紧裤腰带最大限度能筹集到的所有物资了 同时还有2万顶帐篷 这2万顶帐篷也是穆沙拉夫拿出了军用装备筹起来的 为了能多装点物资 穆沙拉夫甚至直接把自己的总统专机给拆了 一路站着抵达了四川 可以说巴基斯坦把他们能提供的最好的援助都拿了出来 而在运动会传递奥运火炬的时候 穆沙拉夫更是和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理一起高高举起火炬 并将火炬送到了火炬手手中 事实上当时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为了打压中国 穿夺自己国家的运动员不要参与这些运动会 不少国家也在奥运火炬传递的时候 瞧瞧使绊子 而穆沙拉夫很清楚自己国家的实力 他或许并不能呼吁或是阻止什么 但是他能尽最大力量支持中国 所以他作为总统和总理一起 郑重地将火炬交给火炬手 显示了自己最高的利益 无声地支持中国 当然中国在此之前也对巴基斯坦提供了大量援助 按理说穆沙拉夫被迫流亡时 只要求助中国 那么中国也一定会伸出援手的 可为何穆沙拉夫却拒不向中国求助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当时巴基斯坦国内的形势了 我宁愿永远流亡 也绝不可能向中国求助 2008年 穆沙拉夫被迫流亡海外 但一向与中国关系积铁了他 为何却不向中国求助 事实上 穆沙拉夫不向中国求助 并不是因为他突然之间不与中国亲近了 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向中国求助 中国肯定不会不管 但那样并不利于中巴关系的延续 因为当时的巴基斯坦国内的形势非常不妙 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并不算好 除了东北地区与中国挨得比较近 其他接壤的国家 不是阿富汗 就是伊朗 都是美国喜欢盯着的地方 而另一边又与印度相接 印度和巴基斯坦本来都是英国的殖民地 后来因为信仰不同 英国便提出了分治的建议 因此 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以来的关系都很紧张 双方打了许久 谁都不让谁 最终也没能分出个所以然来 而美国又总是个嚼屎棍子 最喜欢看到别人打架 所以印度和巴基斯坦打架的时候 美国也参合了一脚 明里暗里支持印度 穆沙拉夫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后来参军后 一路坐到了陆军总参谋长的位置 推翻谢里夫的统治后 穆沙拉夫开始执政巴基斯坦 他是有着自己的理想与报复的 当时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打得难舍难分 使中国给予了巴基斯坦一定的援助 不然本就装备不如印度 再加上美国的打压 巴基斯坦很可能坚持不了多久 因此 穆沙拉夫一直记得中国的恩情 他执政后 大力发展和中国的贸易合作 中国也非常给力 很快 中国就成了巴基斯坦的第二大合作国 巴基斯坦也因此快速发展国内的经济 GDP增速非常喜人 但是巴基斯坦毕竟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 因此 除了和中国的合作 巴基斯坦还需要在西方各国中间 求得以显生机 所以 在美国提出要让巴基斯坦和自己一道 打击恐怖主义时 他被迫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 因为美国直接放话 要么一起打倒恐怖主义 否则就是美国的敌人 而穆沙拉夫也早就对国内的恐怖主义 头疼不已 但一直没有找到彻底消灭恐怖主义的方法 因此 在美国半威胁的情况下 穆沙拉夫高喊打倒恐怖主义的口号 提出双方合作还算愉快 因为并没有什么利益冲突 但渐渐的 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 美国主张对待恐怖主义 就是打 要知道一旦打起来 本就不富裕的巴基斯坦将会更加雪上加霜 人民好不容易恢复一点的生活水平 又会回到吃钱的状态 这并不是穆沙拉夫想看到的 因此他主张谈判 以和平的手段来解决 显然 这不是美国愿意看到的 于是 美国转头就被扣上了独裁者的帽子 穆沙拉夫当然不是什么独裁者 他上台后 不仅发展国内经济 还加大了人民的权力 只不过 他是发动政变掌权的 因为之前在军中担任要职 执政后 他是集军权和政权于一身的 这就给了美国扣帽子的机会 美国也并不会直接扣 而是煽动巴基斯坦内部反对派 弹劾穆沙拉夫 说他是独裁者 面对铺天盖地的弹劾 穆沙拉夫天真的以为 只要自己交出军权 就会平息这场风波 巴基斯坦人民就能免于战乱之苦 但很显然 他想错了 错得离谱 我宁愿永远流亡 也绝不可能向中国求助 2008年下台之后 穆沙拉夫就一直流亡海外 然而 每次有人劝他寻求中国的援助时 他总会坚定地拒绝 这是为何 穆沙拉夫遭遇巴基斯坦国内反对派的弹劾时 为了平息这场风波 他辞去了自己在军中的职务 本以为这样能够让巴基斯坦回归和平 但是 反对派并不愿就此放过他 于是联合了恐怖分子 对于卸去军中职务的穆沙拉夫 施加更大的压力 而此时 曾担任过两届巴基斯坦总理的 贝卜托遇刺身亡 两人在政治上算是敌人 因此 贝卜托遭遇的自杀式袭击 被人认定是穆沙拉夫所为 于是 穆沙拉夫被扣上了叛国的罪名 疏导胡孙散 原本和穆沙拉夫关系还不错的一些势力 也纷纷倒戈 穆沙拉夫在和反对派的拉扯中 逐渐力不从心 最终无奈之下 选择辞去总统之务 以自己的流放换来活下去的机会 原本只是打击恐怖主义 如果单纯是恐怖主义的问题 那还好说 但是牵扯到了巴基斯坦国内的问题 这就属于内政问题 穆沙拉夫非常清楚 中国历来不干预别国内政 即使和中国关系亲厚 但是涉及到国家问题 这就不是自己想当然就可以去做的 因为在他选择流放的时候 巴基斯坦就算是反对派 对于中国也还是保持友好的态度 但一旦中国在此时介入了 那么国内反对派和中国 势必会起矛盾 这并不利于巴基斯坦未来的发展 不管是出于对朋友的仗义 还是出于对自己国家长远发展的考虑 穆沙拉夫都没有选择向中国求助 王大里说 穆沙拉夫是顾全大局的铁血领导人 王小了说 他也是个知恩图报的硬汉 在大是大非面前 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问题 而将曾经帮助过他的中国脱下水 不得不说 穆沙拉夫确实是个充满悲情色彩的英雄 他只不过是不想自己的人民饱受战争的苦难 他只不过是希望自己的国家能越来越好 但这样的愿望对于巴基斯坦来说 却很难实现 只希望这位好朋友能有个安宁的晚年生活